- 字幕作词- 哈囉大家好我是San哥 最近很多人敲我说 San哥打不到新冠肺炎疫苗 可不可以打肺炎炼球菌疫苗 都有肺炎两个字 可以防新冠肺炎 这个问题就是大灾问 那我们怎样讲好了 为什么我们产生肺炎 肺炎多半就是因为有被东西感染 被某个病原体感染产生了肺炎 这个病原体可以所谓的病毒 这个病毒就产生所谓的病毒性肺炎 对啊我们的新冠病毒就是这一类 所以新冠病毒它会诱发你产生病毒性肺炎 另外一个肺炎的大宗叫做细菌性肺炎 细菌也可以产生肺炎 细菌感染到你的肺部一样啊 你的肺部会化膿啊 浸润啊 血氧浓度会下降啊 这些所谓的细菌性肺炎 所以光是肺炎它就有分成什么病毒性 细菌性那甚至比较罕见的 有一些真菌性就是酶菌性的 或是一些自体免疫发炎性的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新冠肺炎它就是所谓的病毒性的肺炎 你要去直接防止新冠肺炎的话 就是要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就是常见就是我讲的四大种类 AZ 娇生 摩德纳跟辉瑞 那以及目前就是解盲的高端疫苗 这些都是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细菌性的肺炎比较有名的就是叫做肺炎炼球菌的肺炎 这个肺炎炼球菌它是细菌 这个如果你有看工作细胞第一集 诶 可以去看我的工作细胞解析啊 有没有 讲肺炎炼球菌啊 肺炎炼球菌就是细菌性肺炎病原体的其中一个代表 对它会入侵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 比如说小朋友或是老人入侵他们之后 他们就会产生这种肺炎炼球菌的肺炎 就是细菌性肺炎的一种 诶 那你知道你就会想说了 哦 那是厂商骗我们吗 那些医生骗我们的吗 我们要防的是新冠肺炎啊 我们干嘛打肺炎炼球菌 去预防肺炎炼球菌造成的肺炎呢 那是因为 常常啊就是我们身体被病毒入侵之后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会降低 例如说你的肺部被新冠肺炎崩击之后 你肺部整体的防御力就降低了 你肺部防御力降低之后呢 在旁边这个偷偷看的细菌 它就会顺激而入 伺激侵入 产生所谓的 事发性的细菌性肺炎 你这样理解好了 有A国 B国跟C国 A国 A是病毒 B是细菌 他们都想要攻打C 那今天A这个病毒它先攻打C了 那C就在那边国力耗弱 那B就会趁机入侵嘛 就是这种概念啦 所以基本上你身体被新冠病毒入侵之后 的确肺炎练球菌它可能会刺激 你被破坏了我要趁机攻击你 然后你就得到一个新冠肺炎 以及肺炎练球菌肺炎 就会两个合并起来 就很容易变重症 就BANG就挂掉了 那这个几率多高呢 老实说不高 但也不低 英国的统计大概四千分之一 就是四千个新冠肺炎的患者呢 里面就会有一个 产生所谓的肺炎练球菌的肺炎 所以今天呢 虽然说你打了肺炎练球菌的疫苗 没办法直接防止新冠病毒的攻击 但是呢 它可以预防你被新冠病毒攻击之后呢 又被肺炎练球菌攻击 对 所以总之就是看你要不要去保护那四千分之一 那理解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是年轻人 其实你真的不用真的 跑去跟别人抢打肺炎练球菌疫苗 我觉得相对来讲 这个年轻人的重症的机会 本来就比较少一点点 那你去跟比较 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 或是他有一些免疫低下疾病的人 去抢这个肺炎练球菌的疫苗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但如果你本身是大于65岁 那你本身有一些免疫低下的问题 我觉得你去打一下 这个是合理的选择 它可以预防你被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呢 又被肺炎练球菌侵袭变成重症 所以我的分析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肺炎练球菌有所谓的13架跟23架 我要选哪个 那简单的说法就是 13架的话 虽然说它只保护其中13型肺炎练球菌的攻击 但它的保护力是比较高的 那23架来讲它比较广 防守范围防守到23种肺炎练球菌的血清型 但它提供给你的防御力会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人 或是你是免疫低下的族群 你去打13架的疫苗 它整体给你的强力保护会比较够一点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了那这集又分析到这边 喜欢的留言医师 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 我的Tarkas 翻格子 以及跟我们的新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